神话史诗类型的电影 要有它想象的空间 有它自己在美学方面的原创性 在逻辑上面 我希望给人一个完整的世界的感觉 在质感的还原和最终制作方面达到真实性 这个真实感来自于文化的逻辑 创造了这个世界 你就构建一个世界的逻辑 它一定是想象出来的 但是它要给你真实感 强调一种元素 之前在服装片里比较少用 有编织 编织其实有原始感 记载里面打击 在这种服的时候应该只有16岁 一个少女的状态 然后穿的是青脸色 然后过度到这样粉红色 一直到我们看到的那套舞服 就是有一点珠红色 象征它内心的一个变化 它其实等于穿的是古代的一种内衣 打击最重要的 它就是一个单纯的上古的狐妖 它是一个欲望的放大器 它本身不具有道德判断 无法束缚它 所以那个色彩 红色是很表达那种欲望的张扬 全红的就是比较明确的一个倾向 在美学上面你应该怎么去拆解它 然后再去一件衣服 一件衣服的去设计和完成 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美术的理解能力 和创作能力 这是一个还原的比例 反正在风格好 在服装造型方面 这些七成来自于道教水楼画 三成来自于殷商的真实历史 图案的形状太近代了 做莲花也是从那个商中的图案里面去证 我们考察了一个多月 关于殷商文化的博物馆 还有关于元代道教的水楼画艺术 这些寺庙道观 研究了很久 也看过所有的神话的雕像 神话的画 现在去了田野调缠 要把这些文化逻辑 要渗透在每一个设计里面 我们差不多有十个画室在画设计稿 两三百张是相关打击的造型 然后其他的角色 加起来应该有一千张 里面还有一个时间的楼转 情况的改变 不同的处境 他不同的身份在改变 脂肪那个都会有质感 完全平稳的不好看 就像衣服很三四一 极物的一种 用了很多手工染 植物染很难控制 真的很尽量 就达到自然生成这样子 服装部门找了一个 非物质化遗产的一个孙子 他们全是绣娘 专门做手工刺绣 将往后的那个云间至少有七层的工艺在同一块布上 从做到调整应该至少八九个月 初步估计会有三百个人 很重 很重 对 我觉得我必须要练练肌肉 才能把它撑起来 手工磁绣出来的东西 那种整个的质感 手工带来的那些美感 是不能替代的 上面箱的那些玉都是针的玉石 玉都是专门定做的 它一块一块雕的 我们穿起这些服装的时候也是对我们的帮助很大的 对这是平衡 地网必须保持这个在视线的高度 好 非常相信我就是当时的一个王子 一个王或者王后 我能穿得起这么华丽的衣服 在制作的完成和美学的成熟程度上来说 要跟文物可以媲美 我给他们的要求就是 所有的道具要放到博物馆里可以乱真的 要查一下真正的专业性的资料 比如说商周这种古墓挖掘的报告 它展现的结构和它的准确程度 是相当具有震撼性的 登基大典的时候 用那种竹子扎起来的一个巨大的玄鸟 去表演玄鸟声上的故事 专门到维坊去过两三次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传使人 我现在是六个人举名举动 比如说扎持的时候 竹子有血有腻 再翻译了这架 把传说中的玄鸟和伤害青虫起融合 按照每个地域不同的地理环境 我们都有特定的元素涵盖在这里 很多兵器的设计和制作 也是非常难度的 最早我们找到了一些传统筑件方面的传承者 但是我发现做完了这个件重量太重 也达不到我们在看到文物的时候那种精细程度 有这种3D打印技术 这个技术本身是很先进的 有了一个专门的车间是放那个打印器的 打印机还要恒温恒湿 那个地方还要做密封 然后给它装空调除湿机 这是你稿做的最初版本 然后这本就是这个扫描过后 然后在电脑中修复建模 3D打印的 画纹就给它细化修整 那个刀剑打印出来非常的精美 那个材料很轻 制作工艺方面我们用的方式也更现代也更科学 还要给你真实感 呈现出一个真正经典感的视觉世界 我觉得观众一定会感觉得很亲切 哇 这就是我想象的真正世界